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一場談這個節目 我們是節目主持人姚永安 今天要訪問一位嘉賓 其實我已經相識了他二十多年 他是一位熱心的社區人士 做了很多事為社區 我也和他合作過好幾次 遠的 有華裔被警暴的受害人 吳耀惠案 當年是為他尋求公道 拿到政府的道歉 和象徵性的賠償 也和他合作過 人頭稅平板工作 在2006年大選之前 我們一起合作 也努力為華人社群 爭取到人頭稅的道歉 和賠償 近期有些事情 也有合作一下 就是關於中國對加拿大的國安的影響問題 以及本地有些朋友 特別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 而列國縣也是這個小組 關注組的其中一員 已經介紹了今天的嘉賓 就是列國縣 Tekhler 你好 你好 大家也知道 香港的23條 真的火速定立 亦有很多人說 但是如果說說我們加拿大 又是說國家安全 現在正在進行一個聆訊 要找出外國干預 我們加拿大的政治 而我所知 您的關注組 就是加拿大華人 關注中共人權 違反人權的問題 是的 簡稱關注組 你們也有份參與這個公開言訊 首先我也要問問你 就是 究竟我們加拿大的國安問題 其實在說的是 什麼人 什麼國家對我們有這個危害 或者影響呢 如果說這個問題 就是用我們剛剛過去的一個星期 我們這個 叫做 外國干預的一個特別成立的 一個公開言訊的委員會 他們就是 在第一天找一些不同族裔的人 去說一些背景的時候 在那個代表裡面看到 你就知道 我們國家最關注 是哪些國家 是來干預我們 第一就是有 伊朗的代表 伊朗的族裔代表 伊朗這個國家的政權 對我們有干預 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有所影響 第二就是 烏克蘭裔他們 關注俄國方面的影響 也有印裔 因為他們也關注到 印裔 大家知道的消息就是 印度印裔 他們是刺殺這裏 是石刻教的領導人 另外 那裏是每裏有一個代表 另外三個代表 都是跟同一個國家有關的 一個就是 法輪功的代表 一個就是 維吾爾裔的代表 另一個就是 我們關注組推薦的 一個是華裔的代表 這三個當然會關注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於加拿大的 國家安全上 以及他們對我們干預方面的影響 以你為例 一方面 很關注 香港23條 或者是中國人權的問題 香港的所謂國安問題 另一方面 你也是支持加拿大政府去做公開聆訊的調查 以及針對外國政府對我們的干預 其實兩者會不會有矛盾呢 還有就是 你覺得 香港所面對的國安問題 以及加拿大所面對的國安問題 是否一樣呢 其實如果你看到 無論在2020年 他們在7月1日 所成立的 或者應該說 開始去實行的 所謂的國安法 在香港 以及最近他們通過的23條 你看到 其實他們關注的所謂國安問題 就是 你去批評一下 一個政府也不行 或者你去批評一下 一個領導人 或者是政府的人員 他們覺得這會構成他們所謂國安的威脅 這是很荒謬的 因為你看 如果我們在加拿大 我們隨時 譬如說 你批評杜魯多 你批評自由黨 批評保守黨 批評新民主黨 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批評政府 其實就是我們公民的權力 也是責任 希望政府做好些 但是為什麼會在香港 在香港裡面 甚至你看現在的情況 香港是不會有人再有示威 因為示威 被他們看成自由的集結 差不多 自由的集結 其實是聯合國 在人權的案章裡面 說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自由集結的權利 好像你說 香港哪裡有人會搞遊行 一旦遊行就會被抓 這樣也是會對國安的威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加拿大 這麼多關注人權的問題 就是他們所謂的國安法 牽涉到危害到人權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反對 他用這種所謂的立法 就是用一個法律 來控制他的異己 控制一些異見人士 所以這些我們是覺得不可以接納 但是我們加拿大所關注的 所謂的國安問題 就是譬如他會影響我們的選舉 或者是利用他們的干預 去盜採一些我們的知識版權 或者是影響一些輿論 或者在這裡 同樣的例子 希望能夠押制那些 去批評這些極權政府的聲音 因為你看到 在第一天的聆訊 有這些不同族裔的代表 我發現我很有趣 雖然是說不同的國家 但原來這些極權的政權 他們用的方法完全一樣 都是去押制言論自由 或者是去用一些所謂假的訊息 去影響一些人對於某些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去令到他們能夠有一個 他那些國家希望得到的輿論 然後另外就會是透過這個恐嚇 例如恐嚇我們加拿大的人 令到他們不敢出聲 譬如有些人在當地的國家 仍然有家人 他為了那些人的安全 可能他們就會耿聲 不敢說話 當然也是利用很多 例如利誘的方式 來影響我們的政效 大家看到這些極權國家 都是用同樣的手法 所以其實在我們文明國家 是絕對不可以接納的 是的 其實你說香港國安法 就說寫了很多東西出來 又是國家安全 居仍是國家安全 其實去到最終 最根本 就是無論是公開 政府發出來的資料也好 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 自己研究拿出來的資料也好 如果這些資料發放出來 會令到政權感到被批評 或者甚至沒有面子的話 其實就會犯了這個國安法 我想他們的國安法 擔心的是領導人的安全 或者是黨的安全 而不是國家的安全 他們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們覺得 任何人對他們的政權 有少少威脅 他們都覺得 這件事絕對不可以接受 所以少少威脅 只是對他們做的政策的批評 已經是不行 甚至看到現在 連一些很小型的書局 都會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滋擾你 令到你要關閉店 為何會針對書局這些 因為書局會令到人的思想 可以更加自由 還有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還有創新的想法 他就是不喜歡這些事情 他覺得這樣做就會威脅他的安全 所以你看到他們是很虛脅 只是他們唯一的目的 就是維護他的政權 但是你看我們加拿大 其實我們是 除了換不同的黨 去管制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也絕對有這樣的權 去監察和批評 做得不好的政客 如果做得不好 下一次我們就不選他 但是你看香港的情況 第一 無論是特首也好 其實是基本上是陰點的 即連以前的少許 一部分的民主都已經全部剝奪了 其實你真的比較一下 我們從此在香港生活過的 就算我們走了這麼多十年 也好 就算你看到五年前也好 即香港是基本上 你可以有自由的信息 自由的表達權利 這些是存在 但是突然之間 一個國安法之後 再來一個國安法 你可以完全把這些不同的聲音 完全消失了 但是問題是 我們做了這麼久的人 都知道 你當一間公司 一個國家 如果你是得一言堂 你是不能夠接受不同的意見 即是說你在做事的時候 他講不同的意見 你就覺得是批評你的 這件事就不對了 這樣的公司 這樣的國家 就注定是會犯大錯 不會有進步 不會有進步 已經是比較輕明 而且一個人犯錯 就會全家公司 或者全家國家都會犯錯 是的 你好像等於說 中國你經歷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不是這樣的背景嗎 當你的領導人是可以一言堂 沒有人敢出聲 就出聲 可能真的要被人去批鬥 結果是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但是你今時今日 中國似乎又走回頭 還拉香港下水 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真的 香港人是可以 給不同的意見 批評一下 那你就真的威脅到中共的政權 中共的政權 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之後 已經可以說 他的權力 甚至可能比當年的毛澤東更加大 他的軍隊 他的公安 他在互聯網的控制 是前所未有這麼厲害的 為什麼還這麼怕 會被人批評 共產黨會下台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倒閉呢 我想是這樣 口話強覺 但其實自己是很虛脅 但事實上 他們過了國安法 在香港 譬如最近過了23條 譬如一些我在香港的朋友 其實有很多都是以前 都比較上是願意去探討好問題 關心社會的 他們都是說 現在只能夠押著無聲 如果一個社會是押著無聲的 這個社會怎麼可能會進步 怎麼可能會不犯錯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雖然是新在加拿大 但由於我們都是來自香港 都是非常關心香港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是很強烈地 對這些所謂的國安法 或者是23條這麼大力的反對 現在雖然進行公開聆訊的工作 但以我所知 當初當在野黨和媒體 甚至是輿論很謊話 要求做中開聆訊的時候 自由黨政府是反對的 為什麼呢 以及今次這個言訊的目標 和希望能夠達到什麼成果呢 我想最主要的自由黨 在他們方面來說 也有很多媒體報道過 我想在這個關於外國政府干預 特別在2019、2021年的選舉的時候 我想很多報道都說 這個干預是可以說 to liberal favor 即是對自由黨有利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在當時的干預 叫加拿大特別在我們環社區 就說不要選保守黨 他們整個的說法都是這樣 認為自由黨會和中國比較友善一點 所以又不要大多數政黨 說到明是少數黨政府 因為大多數政黨就變成權大一點 他們做事又會有信心一點 但少數黨的政府 有很多事情都會遷就 我想是基於這樣 但是由於媒體和社區 其實也有 外國社區 不是說華人社區 而是整體加拿大的公民 都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也有很多批評的聲音 因此 這個杜魯多沒有辦法 在2023年3月的時候 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 他也找了一位以前的總督 Johnson去做這個特別調查委員 但是Johnson做了一個報告出來 大家一開始都不收貨 還沒等到那個報告 因為他說他是杜魯多的好朋友 他有記者 是家族朋友 是的 所以他做了一個報告出來 大家不收貨 我想在反對黨的壓力之下 以及公眾的壓力之下 媒體的壓力之下 杜魯多政府不能不成立一個 現在我們所說的 一個公開言順的委員會 在2023年9月的時候 公佈要成立這件事 也委任了灰北黑省的 一個上訴庭的法官 就是Marie Jose Hoek 這位法官是用來做一個公開言順的委員 在9月成立之後 11月就開始邀請社區上任何人 如果認為任何組織 他認為關心外國干預這件事 都可以申請去參與這個聆訊 由於這是公開言順 跟上次委員會有不同 這個言順差不多是法庭的形式去進行 而且他除了搜集證據 他會去質詢的證人 盤問證人 而且出來說話是要宣誓的 對 而以前那個人是 他們找一些資料 如果認為有哪些人 他認為你需要見就去見一下他 但不是一種法庭上 要宣誓和盤問 或是給別人盤問 不是說什麼就說什麼 而是他可以盤問你 有關的 不過我要補充一件事 其實就是為何會有公開言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媒體拿到情報局的一些洩漏物件 因為其實看到報道 其實情報局裏面有人 一直以來覺得很有問題 就不只是這個政府 從前保守黨和自由黨政府也好 就收到很多關於這些外國干預的事情的報告 就全部石沉大海 結果有人真的犯法都不介意 因為有保密法 他如果當時被人抓到出來 是要坐牢的 因為他根本就是情報局的高級調查員 我們現在當然不知是哪一位 但這位所謂的趨哨者 他覺得為了國家的利益 是為了一個公共利益的原因 他不惜去犧牲自己 可能沒有這份工作 甚至會有刑事的責任 他也把這些資料發放給一些媒體 所以這些媒體就是能夠大事報導 加拿大人也嚇了一跳 原來有這麼嚴重的事情發生 我們政府竟然當作沒有事情 所以本來很多人想掩蓋 但是尤其是看到 David Johnson在國會裡面 被這些國會議員去聽證會 去質詢的時候 我一看就知道他受不了 一個老人家在這樣的場合之下 被議員這樣質詢是受不了 結果真的一個禮拜就受不了 也因為他自己做的工作 是不夠膽徹底的 所以才會被人質詢到這樣 一動也沒有 但我也想問你 剛才所說的就是 他的程序就是被人去申請去參與 以我所知 你的關注組是唯一一個 純華裔的組織 我記得連法輪功也被拒絕 可不可以說一下 他如何去選擇組織 或者不選擇組織參與 根據公開言訊委員會 他們在12月發放的結果 在申請截止之前 只有55個個人或組織去申請 這些包括一些個人 一些團體、組織、政客、傳媒人 甚至一些政府部門 他們最後選了22個團體或個人去參與 後來過了這個結束之後 其實有兩個被邀請或者再申請的 亦都被接納的 這兩位就是 保守黨的郭寅議員 包括Michael Chong 莊文豪 以及新民主黨的議員 Janet Kwan 關惠晶 因為他們都看到 其實我們申請這件事都很辛苦 因為要寫很多東西 為何要申請 關你什麼事 大概知道什麼 在他看到很多申請 很多人都牽涉到 Michael Chong 和Janet Kwan 都是有關係 所以他們覺得 他們都是一個所謂的當事人 於是一方面就邀請 另一方面都接納了他們的申請 所以到最後 變成有24個接納了 而接納了的時候 那些組織不接納 每一個組織都給予原因 為何我接納你 為何我不接納你 這些都是公開的 在他的網站上看到的 所以大家想知道 哪些組織申請了 哪些國人申請了 為何會被接納 為何不被接納 可以到他的網上看 很簡單就是 foreigninterference.ca 而在這些接受裏 他有分開兩個資格 一個叫做當事人資格 一個叫做介入人資格 當事人是哪些 例如Michael Chong 就是當事人 譬如是政府的情報局 因為他是提供情報 或是RCNP 他們有做某些相對的調查 這些都是當事人 還有其他一些政客 或者政治人物 包括有人說他們是拿了中共的協助 或者因為他們的干預而得益 譬如董恒鵬 即是安省那邊的NP 國會議員 另外有一個就是 當仁多市的副市長 Michael Chan 有些人認為他們是拿了好處 因為這樣而得到好處 這些就是當事人 另外有一些就是介入人資格 我們關注組就是介入人資格 在第一階段 是的 在第一階段 而第二階段就沒有分別 全部都是一樣的 第二階段就是個個都可以 都是一樣的身份 那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當事人和介入人 可以第一提供證據 第二就是可以推薦一些證人 給別人盤問 令這件事更加清晰 另外就是我們可以提供我們的意見 即所謂的submission 給這個委員會 亦可以看到某些有關的文件 而當事人就多了一個很特別的資格 就是他們可以直接盤問有關的證人 這就是他們可以找律師去做 其實我們也有律師的 我們是介入人 因為這個程序其實挺複雜的 所以我們也是有律師幫我們做的 所以這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和當事人可以看到所有有關的證據 例如我們關注組 我們其實提供了 我們也不信者可以提供到這麼多 提供了超過200件證據 這200件就包括一些報告 一些有關的新聞報道 無論是中文或英文 或者我們看到一些在中文媒體 所謂的廣告 怎樣去代中共說項這些廣告 或者我們收集到一些在社交媒體裡面 他們怎樣去散播一些假訊息 來影響輿論 影響人的投票意向等等 我們是搜集了200多個證據 交給這個委員會 我們也是推薦了一些證人 令到他們可以在公開言訊裡面 更加清楚地把這些問題說出來 以我所知 趙錦榮也是關注組建議的證人 對 因為趙錦榮本身沒有申請到參與 這是很奇怪的 例如2021年大選 我們看到的最明顯受害人 就是趙錦榮 另一個就是關慰晶也有一件事件 是跟他有關的 對 而反而Michael Chong 就是他的家人受到針對 所以才不是在這個選舉裡面 但反過來就是趙錦榮沒有申請到參與這個公開禮訊 就是因為他在公佈結果的時候 我們很看來只會看到趙錦榮 Till when you think it's like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關注組員就吩咐我去接觸趙錦榮 因為我們覺得 他其實是最明顯的受害人 到他以香港的資訊 和經驗 就是最好的來揭示 babe 關於中共如何在加拿大滲透 所以我接觸他 那當時趙錦榮替解釋 因為他也認為 因為他認為 Remember 你那樣的公開言訊 不是抱有什麼希望 所以他沒有申請,不論自由黨、保守黨和新聞長都有申請參加,亦批准了他們 所以我問保守黨有沒有找你做證人呢?他都說沒有找他 反而Michael Chong有找過他,不如你申請吧,我現在是時候申請,要你申請都應該可以的 但郭文明都覺得第一方面真的有很多功夫,是的,真的有很多功夫,我們做了申請就知道 而且他始終覺得不太有用,他不是抱有什麼希望,所以他沒有申請 但我亦提醒,譬如他不申請,我們也會申請他,而且因為這個公開言算的委員有一個特別的權力 就是他可以去叫做新聞的英文,傳召任何一個人做證人 所以我就說如果我們覺得他推薦了他,而這個專員覺得他要被傳召,他一樣會傳召他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在播出的那天,之前的星期三,趙岩鳴就會出席這個公開的言訊,作為其中一個證人 而且我知道國會有做聽證會,聽證會是國會邀請證人想去做講話和答問題 但是我看到這個公開言訊是複雜和嚴格很多的,第一就是聽證會,你通常不用帶個律師去的 還有就是說就算你說做證人,以我所知不是說請證人,證人就走上去就是的 之前還要做很多的準備功夫,又要做這個做這個,是嗎 是的,因為我們是推薦了幾個證人,而其中有一個證人都不只一個,有幾個都是我們自己做的成員 我們看到的經驗就是,第一就是這個特別的委員會,他會找律師,首先就是去初步和這位我們推薦的證人 然後就是去談一談,看看他是不是適合,然後覺得他初步覺得適合,再有一個正式的所謂的會面 然後就是問他很多問題,譬如我們其中一個證人問了他六個小時的 然後之後就會寫回一個當時會面的撮要的內容,然後讓他看看,你覺得我們這樣的撮要是否正確 然後還要在律師宣誓,就是簽回這個就是我的證供 然後委員會就看看,究竟只是這份證供已經可以足夠呢 那麼他就不用去到那個聆訊那裡,已經是一份證據 但是如果他認為還要再說多一點,就可能會邀請那個證人去聽證會那裡 就由律師和其他有關的律師去盤問這個證人 對,還有聽證會就是公開給大眾的,大眾只要上到那個網站上 就可以看到職場或者之前做的聽證 是的 還有一點時間我還想問你,剛才你說趙錦榮當初對公開言訊不太樂觀 我也聽到有些社區裏面的人要求杯葛或者覺得聽證會是信不過的 其實你怎樣看這些看法呢 其實當我們去申請的時候,我們都是用一個審慎樂觀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他實在會怎樣做 我們都不會這麼天真,他這次一定做得一定是完美 我們不會這麼天真,我們會看看他是怎樣做 首先第一步就是他在1月的時候,已經有第一次的聆訊 那次的聆訊是說什麼呢?就是關於一些保密的情況 國安保密的情況 這個也是有很多人提出的關注 是的,因為有很多人是關注的 為什麼他們這麼擔心呢?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提出所謂的杯葛呢? 就是因為他說,如果我這樣出來做證 就讓共產黨知道我是誰,不就會搞我,搞我家人 某些人是會用那個聽證的機會去盤問他,難為他 而且也怕有些小粉紅搞他,所以有些人是有什麼擔心 但是這些問題都很慶幸,就是那個委員會也有了解到 他們也用了一些方法出來怎樣去保護這些人 所以就說,如果我們推薦的證人,他們不想用真名 他們可以用證人甲,證人穴來出席 而且他們是可以,所謂叫In Camera 即是他們不會公開他們的樣子 就可以不公開這樣來盤問他們和提供證據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也是一定程度上 就是保護了這些他們有擔心的證人 另外就是他們在,究竟我們可以有什麼文件 可以看到或者不可以看到 他們在這個第一步的聆訊裡面 都是聽除了我們加拿大的國安那邊 以及RCMP那邊的意見 例如我們有些文件覺得 有些是個人的資料 你不要去揭露 而令這些人受到危害 我們是可以要求這些會被淘汰 這也是被委員會接納 所以我們是覺得這方面 他都有顧及到這方面的安全 所以暫時這方面我們覺得就可以了 可能有些他們去批評的 他們不知道詳細是怎樣的 因為他們對初期不知道究竟會怎樣做 所以就提出了批評 但我們來說就是我們要看看 那個委員會他們會怎樣應對 如果他們的應對也是合理 我們覺得應該要接受 所以我們到現在也是 我們的關注組都是用審慎樂觀的來看這件事 但我們在過程中也看過 原來這個委員會他們那些 因為他們有一個律師團 我發現他們的團隊其實對於這些外國關於 其實他們很多事情都很清楚 而且都很嚴肅地對待 所以我們又比較樂觀一點 好的 你說的公開言訊和外國干預 尤其是中國對加拿大國安的影響 似乎一集說不完 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但是我不會讓你離開 我會繼續在下一集再探討這個話題 時間到這裡 下個星期也會和大家繼續討論 究竟中國對加拿大是否構成國家安全的影響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